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詹宁斯写道 历史前五分位 MJ KB WebAI Maru 他还补充道 我爱布莱登罗伊 又求你则质疑道 Maru排在哈登之前 詹宁斯先是表示哈登是一个空位 随后又说 他还有很长的时间打球 还要求你表示艾福森也是一个空位 詹宁斯说 但他是以分位的身份进入的名人堂 伊哥达拉也对这个排名有疑问 他写道 楼都难了 詹宁斯再度回复 他能超过谁 Maru在马次赢得了N多的比赛 而且还是打替补 他赢得了每个级别 顺口一提 他还要零四年到运汇金牌 伊哥达拉继续回复 雷吉宁了 詹宁斯则说 超过Maru 哇 伊哥达拉继续回复 雷埃伦 詹宁斯 迈五四个冠军 他也是仅有的一两个拿过NBA 欧洲和奥运冠军的球员 雷当然也很出色 他表示雷吉米勒和雷埃伦都排在分位前时 伊哥达拉 我是仅有的一两个 有拿过三个NBA冠军 一个总决赛MVP 一个奥运冠军 一个是锦赛冠军和参加过重大高尔夫赛事的球员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我肉爆了 张宁斯 你还是个全明星 但是我们没必要听那些人的 懂得人自然懂 任何时候我都觉得你的生涯比麦迪或者雷吉更成功 伊哥达拉谦虚的表示 当然不 麦迪在打球的时候就有自己的直升机 他们说打课场时 他会在球队之前抵达下一个城市 伊哥达拉还列出了彼得洛维奇以及自己的队友克莱唐普森的名字 谈到彼得洛维奇和马诺的比较 詹宁斯表示他是个杀手 但前提式的赢球 谈到克莱 詹宁斯斯表示克莱是历史上前五的射手之一 而且还能防守 更是仅重11次运球就砍下了63分其实是60分 有球迷继续恢复 马诺在这份榜单连线30都排不进 詹宁斯斯表示 列出30个名字 再说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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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